飛凡航空早上再有兩個航班取消 其中一個是2月份首航的越南河內航線 旅客滞留在機場 離機辦派員登記他們的資料 有旅客和警員發生口角 當局說他們會繼續跟飛凡保持聯絡 陳永輝報導 接近100個買了飛凡航空 飛越南河內機票的旅客 早上6時就已經來到機場準備登機 但航班就取消了 有旅客說7點多才收到飛凡的延遍證明 有傳飛凡財務出現問題 多班航班取消 有旅客就說沒有聽過這樣的事 沒有啊 拜票的時候都沒有聽過的 那就是詐騙 而在大約8點半 危機辦才有人員到場 登記制留旅客的資料 警方也都派員維持秩序 不過現場一度出現混亂 後來民航局局長陳永雄 和旅遊局局長安東亮 出席完一間航空公司的活動之後 也都到場了解情況 我們看到機場的顯示屏上面 飛凡航空下午的兩班機是繼續飛的 那大約民航局就說 相信飛凡航空有關的兩班機 是不可以再飛的 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一個跡象顯示 他今天能夠有一個航班的服務 我們現在和他繼續保持聯絡 我希望他們盡快提供給我們 我希望他們盡快能夠和我們聯絡 提供這些資料 我們一起去解決 他們現在和你們還有聯絡嗎 對 我現在還可以聯絡 陳永雄說已經聯絡飛凡 要求他們更新航班資料 但就無權要求飛凡停止發售機票 不過問到旅遊局 為何飛凡交不出旅客名單 旅遊局的擔案就和民航局不同 飛凡公司為何提供不出名單 為何飛凡不能提供這些 我沒有理解 因為你不能聯絡飛凡 他說政府已經立即回應事件 支援受影響旅客 至於如何處理今次 這班河內航線旅客 當局說相信會和之前一樣 但由於今次旅客太多 牽涉的航班也太多 相信要飛凡原居地的旅客 要再逗留多一日 澳門電視台記者陳永雄報道